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后 孙良申比国旗领奖 用睿智的表现成功化解领奖服风波 引导公众视线重新回到体育赛场 事件起因 在8月19日亚运会首个比赛日中 孙良以一分45秒43拥夺男子200米自由用的金牌 填补了个人亚运会这一项目上的荣誉空缺 实现大满贯 但是在3后领奖环节 他没有按照合同要求 身穿中国代表团赞助商安踏提供的运动服 而是身穿自己代言品牌361的服装上台领奖 这一事件 将孙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之中 安踏由孙良领奖复发声明 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 不少体育爱好者也纷纷表示 孙良的这一行为 缺乏契约精神 深度剖析 说实话 小编作为孙良的铁杆粉丝 也觉得孙良疼而狂之地穿着自己代言品牌的服装领奖 确实不太合适 但是在深入投席之下 我们不难发现 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两个矛盾的契约 安踏作为国家队的赞助商 赛后领奖环节无疑是重头大戏 对此严格要求 不应受到媒体的指责 而孙良作为361旗下的招派运动员 高额的赞助合同下 如果让孙良穿着其他品牌的服装 361的广告效应也将 大打折扣 在这种情况下 孙良就成了这种矛盾的焦点所在 稍微处理不当 就将让自己陷入争议 其实 我们每个人 在看到光仙灵讲台上的孙良时 更不应该忘了他在幕后的付出 今年来 孙良在国际赛场 多次为国家中的荣誉 而多年的努力训练 使得孙良身上伤痕累累 就连指纹都因长时间浸泡而模糊不清 这给每次出国都需要指纹验证的孙良带来很大不便 在这种情况下 孙良还得花巨大精力 来思考如何顾及两大赞助商的利益 实在是抢人所难 8月21日 孙良还将冲击个人赛事第三竞 在这种情况下 孙良身比国旗领奖 将大众事件重回体育赛场 无疑是化解矛盾的最佳选择 希望此次世界涉及的两大运动品牌 不要再借运动员进行炒作 让运动员能够专行比赛 要不然如果孙良成绩不理想 大家将不得不面对三叔的局面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